美髮师将美髮吹蓬蓬 周日一早就有客人上门来塞豆 就算客人只有一个 但电灯 冷气 电扇 所有设备通通全开 从六月起正式启动夏季电价 也让民众担心用电量又要爆 夏天很热 没有冷气真的是不行 所以全天都要开着 这边洗头客比较多嘛 所以就是吹风的频率是比较高 用电量也蛮高 然后还有烘头发 我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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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钱有影响 民众会担心毕竟家里 到处都是吃电怪兽 尤其这两天美宇狂炸 还要加开除湿机 每开一次伤的就是荷包 会这么有感 就是因为四月民生电价才刚调涨 现在又进入夏季电价 按照台电算法 夏季六到九月 每户平均每月用电量413度 电贝1023元 比非夏月平均每月用电量301度 增加电贝430元 其中七成是用电量增加 只有三成才是夏季电价影响 实际增加是116元 台电解释为了反映成本 每年都会启动夏季电价 是调整不是调整 全国有382万户 每月平均用电在120度以下 不会受影响 高于120度以上的 用电量越多 当然越有感 也提醒民众 透过各种省电小paypal 就能让荷包不湿血 明日新闻陈林李琦 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日新闻网